今天的三号嘉宾是哪一位呢 您要提问了 来 第一个问题 还是五个问题 亲爱的朋友 您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您是军人吗 军人 军人 您不问问她是男的女的 那不用问 克里姆老师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是数 你不知道很难说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有女的还是男的 女性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是女高音吧 我可以有点塞的差不多了 太动了 肯定是女高音 你看怎么样 太棒了 您不会是已经猜到了吧 反正我跟你说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 你们邀请来的都是我认识的 都是我的老战友 是 我琢磨得了呢 就跟我们比我们的小就这个孩子吧 但我们那时候是孩子了 就跟比称之小一点 基本上也是在我们总征系统的 系统的 很有名气的 很有名气的 第四个问题 你是演歌剧的吧 歌剧 你是不是歌剧演员 歌剧演员 就是演歌剧演员 他演过很多有名气的歌剧 好像是 我琢磨这个女的可能是不是她 歌剧演员 太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您问吗 还有一个 不问了 一个 不问了 是谁 基本上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说吧 她是谁 五千三 好好我拥有脑子 您别最后说这么热闹 说完之后还不是 可能是王静 王静 王静 您确认吗 安静的静 就我王刚的妹妹 我们总政歌剧团的 最后演员 那您确认是王静吗 我肯定是他 肯定是王静 到底三号房间 是不是著名歌唱家 王静老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是王静吧 你看这边 我 王静 解放军总政歌舞团 女高音歌唱家 她歌声细腻 深情并茂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与柯林木同时多年的王静 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将为我们带来他们台前幕后的哪些过往呢 王静姐您认识柯林木老师的时候大概什么年代呀 八十年代初吧 因为我到总政不久 其实她开始不是歌声保护 八一年到上海音乐会你忘了我们接你 对 那次歌集团 我们接她 我们歌舞团没有女高音呢 其实 我们接她一起演出 《红灯》啊 那个时候她 刚开始柯林木老师打动我的不是她的歌声 是她的鼓声 她会打鼓 对 那个时候 什么都干 只要她就是这个一开始打鼓 我们所有的演员都上两侧去 就看她打鼓 去看她打鼓 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就是那个鼓声和那个人呢 已经完全融入到一起了 然后你会 手鼓是吧 对 是非常精彩的 那就是真是掌声不断 你知道 我当时我说 这个人 因为他那会儿也很年轻 很有魅力的一个男人 很帅是吧 很帅气 很帅气 那我比你哥还帅 那比他帅多了